作就對了 不用想這麼多 堅持做對的事 上帝是祝福有行動力的人 我們本來就很喜歡動物 就會想說 除了照顧我們家自己兩隻狗以外 可不可以多為動物做一些什麼 所以於是我們就想要當個人中途 在網路上PO的送養物非常多 如果就是這樣子的話 有一些長的可能不是這麼可愛的狗 或者是米克斯的狗狗 其實都是 光靠照片都是很難送出去的 其實我們可以有一個實體的空間 如果有一個實體的空間 讓流浪動物住在這個裡面的話 然後讓人可以來來去去的接觸到他們 而且這個店如果是在一個熱鬧的位置 市中心 會跟一般收容所做一個區隔 因為收容所都會開得很遠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做品牌做廣告的 那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把我們以前的know how 跟我們以前的專長 然後拿來放在流浪動物身上 發現牠們的優點放大 然後讓牠們能被人看到 然後喜歡 不是用一個給人家很大的壓力 或是告訴你 這隻動物真的是超慘的 然後用輕鬆愉快的方式 或者是像大學的時候抽鑰匙的方式 去抽牠們的牽繩 然後你抽到哪一隻 你就跟哪一隻狗狗玩一整天 跟牠們一起野餐 希望來參加的人 不要只是單憑這個長相 三秒就決定牠要領養誰 而是透過一連串的活動 給讓牠們一些更多的機會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常常遇到困難 常常因為資金不是很夠的關係 會變成說我們一個人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覺得也是因為難 所以會激發你去想很多辦法 那當你想很多辦法 你就會成長 聽到比較覺得的事情是 他們會說來你們這邊消費 你們也只不過捐3%給流氧動物 為什麼我不直接去捐給基金會 什麼流氧動物協會就好 只會覺得我們是假愛心 其實我們不是慈善企業 我們是定位在社會企業 我們開這樣的一間店 我們也要付房租付水費 付他們的生活費 還有我們也要生活 因為是開一間店嘛 那一定會接觸到很多人 我覺得有時候 讓我們比較崩潰的是人吧 就是如果不是因為這些動物的話 我們可能不會想要去面對這麼多人 我們希望拿我們人生年歲 最精華的時候 最有力氣的時候 而不是等到我們退休 才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從來也不收捐款 我們自己要訓練 我們自己有本事 可以在這個社會上生存 然後要把餐廳這個本分做好 然後流氧動物要照顧好 我覺得開著這間店 每天都有看到很多好事發生 雖然說有討厭的人 但是說真的 他那個好的人比較多 所以不管是這間店做送養 或者是我們以後會發展的任何事情 核心都會是緊扣在浪浪別窟的地方 就是希望讓流氧動物是可以開心的 也希望這個精神最後就是 人跟不管是流氧動物還是其他動物 我們共存在這個空間 就是互相尊重 每一個人都可以像我們這樣子 你或許不用去開一間店這麼麻煩這樣子 但是其實真的是你要 如果你願意做 誰都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相信頭語不好的都是上帝美好的安排 我相信頭語不好的都是上帝美好的安排 在愛裡沒有懼怕 所以我無所畏絕 寶貝美好的安排 是你的本事 是他家的事 是你的本事 爹 這裡 �� 今日は 我們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